皇宫里处理这种未出满月孩子的方式啊 和民间基本相同 都是非常简单的 据内务府当记载 格格夭折后 命人用被单裹出格格遗体 送到境地火化 没有炼霾 带骨灰随风飘扬 走进古迹讲故事 你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来这地儿啊 是紫禁城东六宫的景仁宫 要说的这位娘娘啊 是在这儿住过的一位皇后 这就是康熙皇帝的第三任皇后 孝义仁皇后 提到康熙皇帝的后妃 人们啊就不可避免的想到一个问题 康熙皇帝拥有有亲一代 最庞大的后宫阵容 那么这些后宫家里 谁才是康熙皇帝最爱的女人呢 有人说了 那若定啊是孝成仁皇后 那可是康熙皇帝的元后 第一位妻子 抓就是夫妻 并且孝成皇后崩世以后 康熙非常悲痛 还把他留下的儿子 策立为了太子 也有人说啊不对 那应该是第二位皇后 孝昭仁皇后 这孝昭皇后的两个爹啊 那是康熙早年啊 最不待见的两位大臣 怎么还俩爹啊 亲爹和干爹呗 亲爹啊就是厄比龙 辅政大臣 这干爹啊 也是一位辅政大臣 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满洲第一巴特鲁 老公爷 哦吧 皇上在康熙八年的时候 就把这两位大臣呢 都处置了 可是到了十五年的头上啊 这康熙还能策立 孝昭为皇后 那就足以证明啊 皇帝对这位女子啊 爱得最深 这两种说法啊 我都觉得有道理 不过呢 也不能完全说服我 这两位皇后的故事啊 在前两天咱们的小片里 已经介绍过了 不过很少听说 有人认为啊 今天咱们的主人公 孝毅人皇后 是康熙皇帝的最爱 有这种论调人的观点啊 是这样的 孝毅皇后 是康熙皇帝的亲表妹 孝毅皇后的爹 就是同国为 康熙皇帝的生母 孝康张皇后 是他的亲姑姑 这么硬的门子 要是康熙皇帝 有意立她为皇后 那不早就立了吗 干嘛还非得成为第三任皇后 等前边两位娘娘崩世以后 才轮到她呢 并且这孝毅啊 并不是童家 给康熙皇帝 准备的第一个媳妇 孝毅皇后的姐姐 在康熙初年 参加过宫中的选秀 压根啊就没选上 在第一轮竞争当中啊 就被撂了牌子了 所以最初这童家呀 根本就不是康熙皇帝 和孝庄文皇后 心目中皇后的人选 可是在我看来 不选择童氏作为皇后 原因很简单 因为和皇帝是生旧的关系 这童氏一门 是康熙朝的新贵 这康熙皇帝的俩舅舅 童国刚童国为 那一位啊是在外领兵 一位呢在朝为官 如果这个时候 在策略童家氏的一位姑娘为皇后啊 那就很可能会导致外戚之患 可能就是这个理由 在康熙初年啊 童家氏不被考虑丰厚的原因 就在康熙十五年的时候 孝义皇后童家氏进宫了 进宫以后啊 她无非就是康熙皇帝 众多女人的后宫当中的其中之一 一位普普通通的树妃 可是皇上一看见她呀 乐了 这不是从小就跟我一块玩的小表妹吗 有这层关系呀 那皇上肯定会对这位表妹妃子高看一眼 康熙十六年的八月二十日 这一天呀 是康熙皇帝策略皇后的日子 策略的可不是这位童家氏啊 是她的第二任皇后 孝昭皇后 纽无路氏 就在这一天啊 还把李氏 王家氏等六个工人啊 策封为了贫 咱们原来不是聊过吗 这一成为贫呢 就成了主位了 跟皇上啊 就能称臣妾 不用再称呼自己为奴才了 可是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 皇帝在今天啊 还策立了一位贵妃 这位贵妃啊 就是她的小表妹 童家氏 孝昭皇后啊 才做了一年的皇后 在康熙十七年的二月二十六日 这位皇后崩世了 康熙皇帝琢磨呀 这朕是不是命太硬 克媳妇啊 为什么策立的皇后 这寿数都不长呢 于是呢 这皇上老爷子就决定啊 这皇后咱们先不策立了 那要是不策立皇后 按照常理啊 这宫中就得策封一位皇贵妃 好去 这会儿康熙皇帝的后宫啊 那能人多了去了 大阿哥的恶娘 惠妃那拉氏 三阿哥的妈妈 荣妃马家氏 四阿哥的妈妈 得妃乌雅氏 这些位娘娘 不但在宫里待的年头长 而且呀 生得太皇太后的喜爱 可是这些位妃子呀 皇上都没看上 康熙直接把自己的小表妹 童家氏 进封为了皇贵妃 就在这当口啊 您不知道 有多少人劝康熙皇帝 干脆您就立了后吧 这后宫 它不能没有皇后啊 康熙皇帝呀 左思右想 还是不能害了自己的这位小表妹 得了 皇贵妃呀 就皇贵妃吧 看来呀 这昆宁宫 皇后的宝座呀 它不吉利 不做皇后啊 就不用住在那儿 所以这皇贵妃 童家氏啊 依然住在景仁宫当中 您看这康熙皇帝啊 里里外外为童家氏着想 至于这童家氏娘娘 是不是康熙心中的最爱啊 我也拿不准 但是最起码在康熙心里边 跟前两位皇后是一样的 皇贵妃 童家氏坐镇景仁宫 是准皇后 所以后宫的大小事 我自然就是皇贵妃 童家氏一应处理 这其中啊 就包括教育照顾众皇子阿哥 关于照顾教导皇子这个问题啊 康熙一朝的前伴妖 是这样安排的 这惠妃娘娘啊 就是那个大阿哥 印之的妈妈 年纪大脾气好 由她呀 来照顾年幼的皇子 所以啊 这小妈单的阿哥们呢 都住在惠妃娘娘的 严禧宫当中 等到这些皇子啊 到了读书的年龄 他们就都啊 搬到了景仁宫当中 和这位准皇后 准嫡母 皇贵妃 同家室 住在一起 康熙皇帝 排在前边的几位皇子啊 基本上都是这么过来的 这其中呢 就包括四阿哥印针 和八阿哥印寺 这里边唯一的一个例外啊 据说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四阿哥印针 据说这位印针呢 他一直就跟着皇贵妃 同家室生活 所以后来这雍正皇帝 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呀 就是 朕虽然是孝公仁皇后所生 但自幼便由孝义仁皇后抚养 幼年时常居景仁宫 事实呢 也是如此 据这宫廷荡记载啊 同事过世的三年以后 印针和印寺 仍然一起住在这景仁宫里 那可想而知啊 那雍正皇帝和这位孝义仁皇后的感情啊 那是非常深厚的 话里话外听得出来 在雍正眼里啊 孝义皇后童家室这位嫡母啊 那是他的亲妈乌雅士 也比不上的 童家室的亲弟弟 就是后来的九门提督龙克多 这雍正皇帝在前邸啊 还是雍亲王的时候啊 每次见的龙克多 都尊敬的称之为舅舅 我认为在雍正初年 龙克多能得到雍正皇帝的重用 和童家室对幼年印针的照顾 是分不开的 那么康熙皇帝为了保全童家室 不封其为皇后 到底对童家室的寿数 有没有帮助啊 呃 没有 康熙22年的6月19日 皇贵妃啊 给皇上生了一位公主 在康熙皇帝女儿的排序当中啊 排行第八 虽然生的时候啊 是母女平安 可是没多久啊 这皇八你就病了 病的还挺严重 就在两位太医商量 是给这位格格手术 还是用药的时候 这位格格就轰视了 皇宫里处理这种 未出满月孩子的方式啊 和民间基本相同 都是非常简单的 据内务府当记载 格格腰折后 命人用被单裹出格格遗体 送到境地火化 没有炼霾 带骨灰 随风飘扬 这位公主的夭折呀 自然对皇贵妃的打击 非常之大 康熙28年的7月初期 同家室病重 这会儿的康熙皇帝 住在畅春园当中 听说皇贵妃病重 皇帝连夜回宫 都没来得及走这皇宫的正门 直接呀 由西之门进北京 走神武门 也就是皇宫的后门 进了紫禁城 第二天啊 就有旨意了 镇奉仁县皇太后遇旨 皇贵妃童家室 孝敬姓成 疏仪宿住 居皇子 备及恩勤 应既立为皇后 以示重包 钦此 有人说呀 这孝义皇后啊 死的非常突然 根本就没赶上自己 作为皇后的策立大典 其实啊 还真不是 8号 颁布旨意 册封童家室为皇后 9号那天 就举行了策后大典 想也知道啊 各种礼仪都已经从简了 但是 也是在童家室 活着的时候 举行了策立典礼 转过天来的 7月初时 深刻 只做了一天半 皇后的童家室 并逝在 承前宫当中 康熙皇帝 十分悲痛 为孝仪皇后 亲笔 写下四首 道王诗 其中一首啊 很是悲凉 我还记得 殷容悲见远 替泪未谁流 女得光千寺 昆真应九州 梁风消夜竹 人影散穷楼 探此忽生苦 贫荆无献愁 有人呢 就爱矫情 说这四首诗啊 那不一定是康熙皇帝 为孝仪皇后所写的 因为史料上 就是说这四首诗啊 是公晚大型皇后 诗四首 这三位皇后啊 哪位皇后死了 都叫大型皇后 那凭什么就说 这是给孝仪皇后写的呢 哎呀 从时间上就能分析出来啊 前两位皇后 已然崩世多年 皇上啊 已然给了嗜号了 当时啊 能称作大型皇后的 只有这孝仪皇后 有的时候啊 咱们也得根据文献 合理的推断一下 不是吗 天不早了 今儿啊 咱们孝仪皇后的故事啊 就聊到这儿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您记准了啊 知道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